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加拿大移民 以及此后办理美国签证和绿卡 那我们知道呢,最近 这个美国绿卡形势呢,有一些变化 排期呢,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停滞 没有前进 那这个等待的时间比以前长 另外呢,美国职场也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大的IT公司 包括Google, Amazon, Facebook等等 都有大规模的layoff 那这一方面呢,让毕业生找工作 并且更难一些 另外呢,公司如果有个layoff的历史 那么他即使愿意帮助你来办 这个雇主支持的perm律卡 也会受到法律的限制 很多时候呢,解雇人嘛 就很难这个资源其说 说我这个要招人招不到 对吧,所以这样的perm律卡呢 他们就比较难批住 H1B抽签,如果说没有抽到 或者呢,说H1B拿了6年 快要过期了 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有的人有这签证不好办豁免 在美国没有找到支持绿卡的办法等等 所以呢,会有更多的人考虑办这个加拿大移民 那么我们此前呢 有关于加拿大移民的文章和这个视频 最近呢,因为情况有一些更新 我们就在这里录制一下新的视频解释一下 那么简单来说呢,加拿大移民现在 如果你人在加拿大境外,比以前要难搬 因为加拿大移民是一个大分制 和美国不一样,是由政府来给你打分 那么根据什么呢,比如说你年龄 如果到20到29岁之间,那个是满分 如果30岁以上,增加一岁呢 这个就要减去5分 然后别的呢,根据你的英语能力 私文或是考到,比如说听力8分 其他的7分等等,这样算是比较好的 别的呢,如果你有这个硕士以上的学位 这些呢,有的会有帮助 或者说有的这个热门的专业 但是呢,简单来说 仅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单身的 有前述的这些条件 那么可能只有400分出头 如果说已经结婚了 配偶也有比较好的条件 那么可能也只有430多分 而最近一段时间呢 这个加拿大的联邦技术移民 叫所谓叫快速通道 如果我们听说过 就是说他要这个发一个邀请 意外推士 从这个铺里面邀请你呢 都要在490分以上 这还差很多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弥补这个差距呢 那有的人呢 一定有加拿大的雇主支持 那这个呢,可能不容易 有人从中国申请 他想了各种办法 比如说联系到 有所谓加拿大的雇主支持 这里面呢,我们听说 有一些有的灰色地带 可能要有更多的花费 而且呢,也不是那么容易 有的人呢,有这个加拿大的省提名 这个一样呢 对大多数人有时候也并不容易 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有在加拿大的学历 比如说在加拿大读了两年三年 读了硕士本科等等 以及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这样可以加比较多的分数 比如在加拿大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就可以加不少分 然后呢,两年三年 这样就都可以 从这方面来说 因为现在伴侣加拿大一年 人比原来多 水长船高 要的分数高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要在加拿大 生活一些年 要上学工作才行 从另一方面来说 沉默成本就比较高 因为我们知道呢 毕竟加拿大从人口 从工作机会 事业发展的机会 收入等等呢 要比美国低一些 而税要高一些 所以呢 那么在加拿大生活这几年啊 有可能要有一定程度上 有一个compromise 那总之呢 我们这个意思是说 加拿大移民不是说 总是这么一个备胎 随时你想要用 就临时就可以拿到取得 那不是这样容易的 那可能也得提前布局 而且可能要有加拿大本地的经验才行 否则即使你已经有硕士学位 有若干年 这个在加拿大以外的工作经验 然后有较好的英语能力 可能这个分数还是不够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在美国办理 这个绿卡呢 那当然更好一些 我们此前也有视频讲到 比如说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 但是呢 你在读硕士期间 发表了一些会议论文啊 得到了引用 那么除了传统的雇主支持的 Prom绿卡以外 你也有可能符合NOW绿卡的要求 除了H1B筹签以外 你也可能符合O1签证的要求 这样呢 就有更多的机会 除此以外呢 那如果你不符合这些条件啊 那当然如果有机会 也可以在美国办H1B签证 办Prom绿卡 或者办亲属移民 或者作为副室请人 这个取得H4EAD 或者职业移民绿卡 那如果不符合前述的条件啊 但是呢 经过努力 比如说取得了加拿大的移民身份 或者说暂时先到加拿大留学 工作 过后准备返回到美国 办理签证和移民 这个怎样办呢 那如果你有加拿大的枫叶卡 但是呢 没有其他的 那么在美国 在中国的人呢 有类似的地方 如果你已经有加拿大公民的身份 那么你还可以办TN签证 此前我们也有一些讨论 我们也帮助客户办理过TN签证 TN签证相对来说呢 和H1B相比 有一些优点 没有名额限制 不需要筹签 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可以申请 批准呢 马上就可以工作 然后呢 也没有时间限制 不像H1B一样 只有六年 可以无限的延期也去 这都是TN的好处 那么如果Pail呢 不需要是加拿大国籍 来自世界各地 都可以办你的TD签证 这样呢 一家可以待在一起 这个是TN签证的一些优点 那也有一些 我们的客户 办了加拿大的枫叶卡 或者取得加拿大国籍以后 有办理美国移民的 那我们知道呢 美国移民配额 COTA 相应的呢 所以才有这个排期 那这个配额呢 以及排期呢 都是根据出生地来决定 所以如果你出生在中国大陆 即使后来取得了 加拿大或者别的国家的国籍 在办美国绿讨的时候呢 排队的时间 相应的排期 Cut-off date 都是一样 当然如果你已经有 加拿大的身份呢 有一个by-time 可以好一些 我们律所呢 帮助有的 有加拿大身份的人 办了TN签证 也办了美国绿卡 然后呢 如果是要办理加拿大移民呢 我们也有一些 合作的公司啊 帮助办理加拿大的身份 有这方面的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总体来说呢 根据新闻报道 是吧 根据我们了解的一些消息 这个想办理美国加拿大 等等各地的 移民的中国人 过去一段时间呢 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水上船高啊 这个要办理加拿大移民 可能并不像想象的 那么容易 当然还是可行的 而且呢 办下来以后 如果需要 也还可以到美国工作 可以办理美国的签证 以及美国的绿卡 那么我们这里 讲的呢 这个是2023年 谈加拿大移民 以及此后的 美国签证和绿卡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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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